杜月笙 不得悠闲的下午茶时光 这时黄金荣的心腹金亭孙 拿着账本急匆匆的找到杜月笙 让他看一下账本 杜月笙接过账本一看 又哼不得了 进账居然这么少 惊得都跳起来 他眼睛盯着金亭孙 你这怎么搞的 最近进账怎么这么少 你到底怎么办事的呀 金亭孙心里也真是苦 三星公司是杜爷和黄爷一起创建的 公司的日常事务都交由他负责 这下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他哪有能力承担啊 这不他赶紧报告给杜月笙 杜爷我一直都尽心尽力的打理公司啊 其他的事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您看您在道上认识那么多人 得空您打听打听 看看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 不然啊 我们公司都难做了 在上海滩这一片 想要知道个什么事 对杜月笙来说 简直轻如一掌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在上海滩 谁家今天来了个亲戚 哪里都长了一棵树 只要他想就可以知道 本相查到以后看看 到底是谁敢摸老虎胡须 好好收拾一下他 杜爷的东西也是随便可以动的 但是查出来的结果 却让杜月笙发现这件事 还有点难办 死人就是张静胡 青帮大自卑的成员 不过杜月笙并不知这根本就不是他的本名 他还有一个更为有威慑的名字 张人葵 静胡是他的字 他可不是混黑道的 人家可是有民国正式编制的干部 北洋政府的镇首使 陆军上将 手里要人有人 要权有权 人家手里有兵有权 还是青帮的大佬 这样的一个人 怎么会把杜月笙这个小人物看在眼里 仔细调查了一下张人葵 杜月笙心里突然有个感觉 混黑道的 黑的明白 黑的通透 不黑就混不下去 可以说是真小人 但是有些人不同 他们平时满口的正义道德 一副为他人着想的样子 其实被敌陷害别人 阴险狡诈 可以说是个伪君子 比真小人要可怕多了 很显然张人葵就是这样的人 杜月笙能怎么办 他也很无奈啊 不过让杜月笙更没想到的是 张人葵 盯着他手里最大的沿途贸易 只是开始 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呢 三大亨里 要说名头最响 声望最高 实力最强 非杜月笙莫属 但是不管怎么说 杜月笙算是中国近代史上 一个传奇人物 他从一个小鳖三 混进十里洋场 成为上海最大的黑帮帮主 成为了现代实业家社会名流与地方领袖 成为当时活跃的政治风云人物 他有过人的投机占营本领 与玩弄权术的狡诈 对前清遗老 军阀政客 党国高层 社会名流 乃至金融工商巨子 无不直礼甚功 亲力结交 甚至 他心里一直对文化向往和敬畏 发迹后与文化界甚密 能在知识界、文化界也周旋得游刃有余 这也是信任的 画折之对文化 证明 工军 红